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在美社代工厂是一笔亏本生意 甚至台积电创办人张忠某也曾说 在美社代工厂 其制造费用较台湾高出50% 加之缺乏人力资源 很难有成功的可能 而台积电则是受到了美国市场的邀请 决定去美建厂 并将5纳米和3纳米的制成工艺 也就是在美境内生产 以确保美国的产量 但美资本家在达到目标后 又纷纷抛出台积电的股份 造成台积电一夜之间市值蒸发1800亿台币 而在美社厂的费用也随之增加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某 在向美国发出了求和的信号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如愿以偿 因此台积电决定与美国芯片法案对着干 甚至放弃了520亿美元的补贴 最近 美国公开了金元法520亿美金的补助细则 其中明文规定 接受补助的公司必须提供各种保密资料 而台积电与三星在美国的金元厂 则必须将超额获利最高 不能超过补助金额的75%交给美国政府 并在未来十年内 禁止在其他竞争对手的金元厂建设 原本是一笔补助 现在变成了一笔收费 其中75%的资金 都要上交给美国政府 台积电当然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他们决定和美芯片法案对着干 并且当众宣布 他们不要这笔钱 台积电主席刘德因也对此做出了反应 他说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在芯片补助方面的某些限制 与此同时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三星公司也正考虑取消美芯片政策对其的补助 理由是害怕补助会对其造成制约 所以台积电和三星都打算取消补贴 将资金投入到工厂建设中 以降低政策的约束 既然如此 为何三星和台积电宁可放弃补助 也不愿意遵从美芯片法 首先如果是保密的话 台积电和三星在美的工厂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次 无论是三星还是台积电 都有大量中国用户 为了区区十几亿美金的补助 而舍弃掉整个国外市场 实在是得不偿事 因此即便是马上就要到手的补助 台积电也不愿意接受美芯片法案的新规则 台积电终于醒悟到 在美社代工厂 其实就是个陷阱 而且经过周密的包装 表面上看起来 台积电能拿到美国公司的订单 能拿到更多的资金 但实际上 台积电要为自己的利益 付出更大的代价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头 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台积电 为了给自己的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 开始收缩在美地区的投资 如果他们现在退出 或许还能挽回一些局面 但如果他们一口答应了美国芯片法案 那么台积电将会陷入被动 总而联制 台积电是靠住国际化才能取得成功的 而在这一阶段 老美要拿出50亿美金的补助 才能让台积电国际化 而台积电的高层 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再加上公司内部的保密 这才让他们对工厂的建设 产生了分歧 台积电在制造能力上占据了上风 而美国在芯片订单上占据了上风 这一点从美企就能看出来 自从老美修改了相关规定后 全世界的芯片公司都不能自由发货了 在高端晶片行业 像台积电和三星这样的晶片巨人 因为不能自由出货 受到了晶片行业出货量下降的连锁反应 比如台积电 就因为EUV光刻设备的生产效率 而停产了 至于三星 由于存货成本大幅上升 本季度的收入也降至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对芯片行业 采取了新的监管措施 例如台积电 由于美国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 导致华为在麒麟芯片上的订单被抢走 为了节约资金 他们不得不关闭了一些设备 以节省资金 三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高端芯片不能随意出口 这让他们的产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而随着长江存储的技术突破 它的地位也在迅速地下降 根据有关资料 中国的市场份额 约占韩国公司总收入的四成 其中包括三星和SK海力士 在不能免费出口芯片的情况下 韩国公司的收入下降 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 随着老美特设自己的芯片公司 像高通 LMD 英特尔等媒企颁发了出口许可证 韩国半导体行业的衰落速度 也越来越快 面对这种情况 台积电和三星 纷纷向全世界发出声明 外国媒体 美不想看到的情况 终于发生了 据悉 台积电三星此前已对外宣称 会考虑放弃在美设厂的投资补助 主要是因为这份补助的附加条件太过严苛 比如 老美方面明文规定 接受补助的芯片企业必须在十年之内 不允许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在华建厂 并且要求那些在美建立芯片厂的科技企业 必须将客户名单 库存 产能等机密信息全部公布出来 不管是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国家建立工厂 还是将他们掌握的核心技术都交给对方 像台积电和三星这种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 他们的条件实在是太过苛刻了 于是 台积电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就宣布将在台湾建立新的工厂 而三星也宣布将在韩国首尔 投入数千亿美元的资金 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业群 台积电和三星的态度 显然不是美国想要的 美国政府对芯片行业的监管 以及对那些在美建立代工厂的公司进行了补贴 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高端芯片生产 能够更好地向国内转移 而现在 台积电和三星 不但拒绝了政府的补贴 还想将自己最先进的工厂 搬回台湾 也就是韩国 那样的话 美国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 也就成了空谈 就算是美国自己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建立起完整的芯片生产系统 在原材料供应和芯片生产技术上 还得向国外的芯片公司寻求帮助 否则也不会拿出520亿美元的资金 来吸引国外的芯片公司来美建厂了 而三星和台积电 如果不愿意或者不愿意在美国生产基地上投入太多 那么他们所主导的半导体工业的转移 也将功亏一篑 光凭美国本土的芯片公司 很难在短时间内将高端芯片在国内生产出来 而这正是老美所不愿意见到的 综合以上 我们不难发现 在美社代工厂仪式上 是美国为台积电和三星精心布下的圈套 在意识到了在美建厂的麻烦之后 这两家公司为了摆脱老美的圈套 已经对芯片领域进行了调整 唯一不确定的是 三星和台积电在美国的晶圆厂 是否会像富士康在美的晶圆厂那样 烂尾 民进党当局向美国输送台积电产能和人才的行为 遭到了岛内民众的谴责 就现在看来 民进党的举动似乎并不是一时兴起 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长远的规划 据悉 台积电员工总数约为5万人 其中有17000人左右是生产线技术人员 其余的三万万余人则为专业人员和助理 别看这一次去美国的工人不到1000人 但一旦三纳米制成工厂建成以及其他工程启动 台积电产能转移的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 民进党很有可能再与美国合作 完成一场恶毒的腾龙换鸟计划 在3月中旬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与美国史家米勒 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 细细品味对话中的细节 越发觉得美国居心叵测 在谈话过程中 张忠谋把俄于凤城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认为 美国拖慢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发展 对美国自身的发展和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张忠谋直言不讳地表示 台积电转移美国 正是拜登政府一再催促才做出的决策 俄于凤城也好 威逼利诱也罢 台积电与美国深度捆绑在一起已成为事实 但以美国两面三刀的作风 美国给台积电的那些美好承诺又能兑现多少 台积电失去价值后 下场又是怎样 据台媒报道 最早一批奔赴美国的台积电骨干在美国度日如年 甚至自称沦为二等公民 休假时间 工资待遇 都和美国人存在巨大歧视性差异 而当初美国许诺400亿的补助 到现在为止 台积电拿到手里只有区区不到53亿 如今 台积电面临着巨额投入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 由于美国的影响 想要退回从前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初威名赫赫的台积电 已在美国和民进党的双向俯视之下 越来越力不从心 无数事实证明 会台靠大陆 穷台靠美国 美国基于台积电已压制中国的企图 司马昭之心早已经招然若借 但从华为被打压的那一刻开始 吃过亏的中国早就意识到依赖他国永远是不可靠的 中兴国际已公布 将投资1700亿元 在天津 上海 北京 深圳建设四个12英寸晶圆厂 预计每月可生产40万枚 与此同时 中兴国际是要在2025年实现70%的芯片完全国产化 美国企图封锁中国 阻挠中国崛起的战略与阴谋必将失败 但蔡英文却是执迷不误 甘愿做美国的爪牙 致岛上同胞生命于不顾 逼迫民众购买美国来住 使用日本核实 并亲手把台积电送给美国 其疯狂行径 堪称亲美卖台之典范 注定要被世人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